专业医生前天和您说紧他,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,对这样的说法是如何认识的呢? 先来看看脑出血是如何发生的。 脑出血顾名思义,是由于脑血管破裂出血,压迫周围的脑组织使其功能丧失,而导致各种机能障碍,严重时可引起死亡或残疾。 血管出血的主要原因,是由于血管发生了动脑周样硬化,即血管管闭内有大量的脂肪物质成绩,破坏了血管的正常结构,而使其失去了弹性。 不能承受血液流动时产生的压力,从而发生破裂出血。 所以,血管破裂出血的根本原因是动脑周样硬化的发生,而动脑周样硬化是由于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后, 大量的脂肪沉积进入其中,并引起炎性反应,最终破坏了血管的正常结构,失去正常的收缩功能所致。 而高血压是导致血管内皮受损最主要的原因,是发生动脑周样硬化的基础。 这也是高血压患者必须将血压降下来的主要原因,再来看看降压要是如何起作用的,要想把血压降下来,就要总影响血压的三个主要因素入手。 一是减少心脏凤周的血液量,二是降低全身的血容量,三是增强血管的弹性,降低对血液的阻力。 目前的五大类降压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而研发出来的。 比如塞其类的地尿剂,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增加排尿,来减少全身血容量,起到降低血压作用的。 再比如洛尔类的贝贝瘦体结胖剂,是通过降低心率抑制血管收缩,从而减少心脏输出的血液量,扩张血管达到降压效果的。 由此可见,降压要并不会改变血管的正常结构,只是从改变与调节机器,与血压有关的各项功能上来,实现控制血压目的的。 所以长期不用降压要,会使血管辨力,更容易破裂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,是对降压要的误解。 相反,如果应该使用降压要而拒绝使用,血压得不到的有效控制,造成血管内皮损害,将导致动脉中央硬化的快速发生。 这才是血管破裂出血最根本的原因。 此外,还有很多人认为长期服用降压要,对肾脏会有损害,要不然为什么很多高血压患者会得上肾病? 事实上,高血压症病的发生,恰恰是由于血压控制部达标,破坏了肾脏色微小血管所致,与服用降压要并无关系。 可以肯定的说,目前使用的各种降压要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。 即便会带来一些不良反应,与高血压所引起的血管损伤相比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高血压患者完全不必担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